今天有幸为您播出 其中一场睿智开示 师徒之间节目 卖贫穷的老太婆 四集之四 1992年7月9日 以中文讲于台湾 佛摩沙西湖 我们再回来这个故事 就为那个老太婆 听说就非常高兴 就拿这个水瓶出去 带水回来 很诚信、诚信 供养这位尊者 然后他就加持他 意思说祝福他很好怎么样 然后他再问他 你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躺下来睡觉 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凭净者没有 我没有地方睡 没有个人地方的睡觉 就是我那个糙米的时候 如果很累了 我就躺在旁边这样随便睡一睡而已 任何时间 那个春夏修洞都是在那边睡觉的 如果我不糙米的时候 就更没有地方 我就跑到那个羊牛那个地方 就随便跟他们睡 那个尊者就说 好,那你要你这个身心要保存得很清楚 工作的时候要诚信事后主人 不要让他生那个身系的心出来 不要怨恨他 然后工作完了以后 每天这样工作完了以后 你就等那个主人已经睡觉了 你自己就开门跑出去 然后把一点槽扑在地下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观察那个佛的乡 或许他给他一个佛乡不知道 然后在那边一直坐这样观察佛的乡 念佛就好了 不要生一点点恶念出来 对你的主人 不管他对你刻薄怎么样 一点点恶念不能发生 他叫他心要善良的意思 修善事 这样也是一种不是 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不是赞心给他 爱心给他 这一种不是 修忍辱 也是六度其中一个 不是直接忍辱 事实上他们也差不多 也不能分别那么清楚 他这样子说 然后这一天 他刚好这样这么做 然后过来那个晚上半夜 这位老婆就往生 刚好那天就往生 他的灵魂升到那个道理天上面去 隔天早上 他的主人出来看到就为那个什么老太婆在门口外面死 他就很生气 生气说 死了也叫跑到门口前面死 来啊 来人 赶快把他丢 丢到那个山里面去 然后他们就把他那个身体拉到那个山林 你们丢在那边没有埋葬什么 没有埋葬什么 没有埋葬什么 那个时候 在那个道理天上面 有一位天子 天王 他实践到了 往生 然后他就往生了 那个老太婆那个灵魂就刚好上去那个替代他的位置 管他五百人的部下 那个五百人的手下都是他的 就变成天王了 凡有人升天 就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灵力聪明的人 就会记得前世的因果是怎么样的因缘可以升天 另外一种人就是很愚蠢 然后就在那边挂了一生 也不记得前世是什么因缘 怎么能够升天的 这位老太婆也是第二种 所以升天了以后 就迷上在那个天人那个娱乐 跟五百个另外一个天王这样子 每天吃完的过日 忘记了 不知道从哪里来 那个时候 舍利佛刚刚在那个道理天那边 大概经过了 或是化身在那边叫人 你们知道 因为那个成道的人他化身是在很多地方 看他那个果位多大,他就化身多少 有一些可以化到第三阶局 有一些可以化到第五了 听懂不懂 当明示的最少到第五阶局 还是第七、第八、第九这样子 所以摄利佛刚好在那边在道理天 他就问他 问那个老太婆当天王那个 你有什么原因啊?什么福报啊?可以升到这里来呢? 他就说,平准着我不记得你能不能为了我解释啊? 我 clei day 然后,那个摄例佛就把那个天元借给那个老婆 这个是可以借的 这个是可以借的 我不知道多少钱 原因啊 Can they get gross an example 可以租耶 可以租给人啊 你们有没有租给人家一天多少? 所以他用那个道理或是天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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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全身 那個時候就知道他以前就是 一位長者的奴隸、用人 為了託戈間元那個福報 教他念佛 然後為了這個功德 才可以升到這個道理天 念佛有用 念哉是佛 所以真正的念佛 誠心也會得救解脫是這個意思 不過比較笨的一點 但然而我沒有說不笨 念了一天而已 就馬上升天當天王 那麼了不起 一天而已 還沒到一天 到半夜就十了 還沒到二十四小時 就往生可以當天王 你能不能想像 念佛佛名字的功德多大 就不是騙人的事 修了個很苦很苦 白天萬劫,說不定能夠升天 念佛一天就升天 當天王 享受快樂 就當然比較笨 沒智慧 借人家的功德不一樣 他感激那個設立佛 然後他就帶五百位另外一個他的部下天王 也不是部下 就說他的經濟 每位天王都有他的經濟 這位天王剛好亡生 他的經濟是有五百人 然後就為老太婆就替代他 然後他也變成他五百人天王的經濟 另外這五百人也是一樣的寡位 也是天王 然後他就帶五百位天王進去 下去山林那邊 就在那邊那個教廂 禮拜老太婆那個屍體 那個時候幾百個天子殺凡 天王殺凡 所以豪光、教藥全部那個村 非常很亮這樣子 特別是在那個山林那一邊 那位長者看到這種奇事 就不知道是怎麼樣的東西 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叫大家來去那邊看看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看很多天王在那邊公公拜拜 那個老太婆的屍體 就感覺到很奇怪 就在那邊就說 這個老太婆就是我的用人 她很骯髒 很那個被嚇了 她生生的時候就是有惡見的一種人 也就是說概念不正確 就惡見了 現在已經死掉了 那你們為什麼跑到這邊敲箱禮拜供養他呢? 然後當然這個天子 就老太婆那個脫身那個 把這些故事講給大家聽 聽完了以後,大家都非常害怕 然後誠心誠意跪在那邊 禮拜那個屍體 然後又把他安葬好 然後通通跑到那個哥建源那個尊者那邊 拜見他 然後那個時候哥建源的尊者 在順便講那些不適的果報 那些因果那些善良的功德等等 給大家聽 順便跟他們說 財散、美色、才華、地位 財散、世界的快樂等等都是無常的 如果我們迷上在這種境界裡面 就是對我們不利的 那就是惡道已經開始 優化我們了 我們享受這些事情 就正死而已 然後國報會拉我們到痛苦的境界 很久很久 所以我們最少離開這些人間的慾望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五百位那個天王聽完了以後 就身心開朗 就得到,得到那個天,那個道言 那個經元法 也許是開悟啦 聽懂嗎? 大概叫他方便法啦 叫經元法 經經的經,眼睛的眼,法門的法 然後就禮拜他,就回來天宮去了 然後別人,人間聽那個尊者開示完以後 大家都發心 離開世界的那個慾望 發心做布施、糾結脫等等 你要發心布施、糾結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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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這個樣子好生死 你有那塊布要布施、糾結脫 不可思議 這個方便法也不錯 本來一點點福報都沒有 念佛一句就升天 當天王 即使笨笨的天王,也是天王 總比聰明的惡鬼好 鬼有一些很聰明,你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來是,知道前世來是 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說 這個老婆升天的時候就變成男的了 所以在這邊,這些五百個天王都是男的 聽懂不懂? 所以從這個故事,他們都相信 女眾不能升天這樣子 女眾不能成佛等等 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 女眾佛多得很 就是他們上去的時候 就沒男沒女的意思 他們進入天堂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身體進入 而且他的原本那個身體 那原本那個身體是半陽半陰的 聽懂嗎? 他很平均的 所以在上面,他們就不用結婚了 懂不懂? 因為他們就不需要 在裡面自己 還權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身體比較差 看起來比較差而已 我們的靈魂不差 像我們看那個法華經有沒有 龍女八歲已經成佛了 不過很多人都不相信她成佛 所以她要傳男生給他們看 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要看她傳男生的話 我們自己也應該有相當智慧 相當本靈才能夠看這種現場 是不是? 不然的話,看不出來 比方說我們聽說什麼佛佛化身 或是什麼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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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什麼化光 你們也應該有智慧 人家看得到 相當有一點本靈 聽懂不懂? 那普通就看不到 普通的時候看不到 或是有時候剛好那個時候被拉上去 高一點境界才看得到 平常之後看不到 是不是? 好,我大概要離開你們了 不管我衣服怎麼樣 還是不能留 大家還好嗎? 你們不能相信 不過我還是繼續想要蓋房子給你們住的 每次都想一樣的 蓋木頭房子 一直想,一直想 有時候想,有時候不想 有時候想 很好,有時候說 哎呀,算了,不用了,麻煩 聽懂嗎? 拉進來,拉出去就好了 要開門、灌門麻煩 然後門的螞蟻來吃 然後昆蟲來搖 刷來刷去 擦來擦去,麻煩 沒有桌的時候 感覺到不麻煩 桌了才知道麻煩 馬煩跑進來跑進來跑進去 馬煩最喜歡那個木頭 我房子每天就跟螞蟻一起住 下面現在難得弄到一個帳篷 然後就狗來在房邊住 然後就狗來在房邊住 大概跟動物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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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個帳篷不錯,很安全 什麼動物都跑不進去 一个给你们放东西 一个给你们放自己的臭皮囊 因为我今天听懂说 他的帐篷越来越小 他巷子这边巷子那边 然后人就骑在一个角落这样 他说 不过冬天很好 冬天东西很多 都把它混乱嘛 人躲在东西里面 就夏天就比较热了一点 会不会太热 太小 多盖一个帐篷就好了 多盖一个帐篷就好了 不要 盖房子也恐怕也不够大 我们也可以盖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以前住那个帐篷很贫穷 现在来那边看也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四周都钉钉那个木块很漂亮 然后上面都有铺那个石头 看起来像那个山丁门那个 逛逛有乐趣那个地方 以前没这么厉害 师傅住的时候 那个柱子、台风的时候 我站在那边抓的 有一次 有一次啊 好恐怖啊 然后我抓在那边 那个柱子他一直这样弄、这样弄 我就跟他说 我不怕、我不怕 是不是在我怕、不怕、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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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面子嘛、给我面子 我记得呢 现在很稳固喔 霸风吹不动 那个时候我住那个地方就这个样子 那都知道啊 一说看门那个时候啊 睡着旁边有另外一个帐篷啊 每个晚上如果有鲨鱼就起来 蒸那个水啊 水都哇 熬一个洞下去懂不懂 好像一个井在屋顶上面一样 湖啊 好几个湖啊 西湖、东湖什么的 每个晚上如果鲨鱼 他一定跑出来蒸了 真通真虚这样子 现在就看起来好稳固喔 不会啦 不是一块布而已 91节啊 一个得到富有 何况开一个帐篷给师傅住啊 一定991节 不要了 不要 两倍了 OK 十点了 那边呢 我因为衣服太漂亮捨不得走 找借口留在这边 好了好了 明天见啊 嗯 回去打坐 替我打坐 好了 晚安 谢谢大家